这是一尊古老的雕像,原产于越南,长191厘米,重101公斤,代表印度教女神多尔加的形象。 这是一件珍贵稀有的文物,特别是,多尔加女神像是由青铜铸造,体型较大,年代较早,保存较为完整。 该雕像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是反映詹婆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的文物。 接收多尔加女神青铜雕像是越南与美国、英国之间关于打击文物非法贸易的合作和共享法律文件过程的结果。 这也是越南努力旅行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关于禁止非法进出口和文化财产所有权转让的措施的承诺的结果。 据了解,2023年8月,越南驻英国大使馆向文化体育与旅游部提供关于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国土安全调查局与伦敦警察监察局在一起文物非法贩运调查案件中没收原产于越南公元7世纪的四壁女神多尔加铜像的信息。 2024年1月,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对女神雕塑现状进行评估,为女神多尔加铜像移交并将其从英国运回越南做好准备。 2024年2月,英国艺术委员会批准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将女神多尔加铜像带回越南。